大家好 又是日本片的時間 聖誕前期蕩有特別多日本片公營 因為未來星球大戰 所以所有不同類型的片種 都會在聖誕期蕩前上 這個星期我們看到有一部 我自己很喜歡的日本片 叫做幸福曹堂 公澤李慧製作一個Postar裏 最主要的角色 我想都是以公澤李慧為主的一部電影 也提及日本很常見的操堂 可能有些朋友都喜歡日本去過 究竟這部電影是說什麼呢 小眾電影 即是星期星期的《Star Wars》 《死亡筆記》 但這部小眾是優質的 因為公澤李慧陣電影 選擇劇本都沒有錯 沒有錯過 上年有紫月人妻 雖然不是很賣了 但有看過也賺 這部電影在日本 他已經拿了報紙影畫照 拿了這個 即是由報界的選出 就影后了 應該在日本的奧斯卡都拿硬 那部電影說什麼呢 公澤李慧 其實他嫁了一個老公 由小程次漾做的 但又釣魚狼湯 小程次漾這個衰公就是 真是衰公 他竟然不辭而別 走了一年前 他的家族經營這個草堂 老公走了就沒得搞 草堂就荒廢了 公澤李慧撐起頭家 因為他還有一個女兒 十五歲的女兒 即是扔下女兒 撇下女兒 即是拋妻氣女 真是 沒得撇下女兒 沒有得撇下女兒 公澤李慧撐起頭家 撇下女兒 一年 發現自己不幸 患上癌症 還是末期 由私家偵探 不知道查到這個衰公 在哪裏 立即捉回小程次漾 這個衰公 一起搞起這個草堂 當然故事不是那麼簡單 是的 你真的說得好 這個故事看似是一個拋妻氣女的故事 但其實重點都是在公澤李慧身上 其實這部電影開始的時候 我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為什麼小田哲陽走了 小田哲陽是一個什麼人 這個老公 公澤李慧是一個什麼人 一個女兒又是怎樣 我們慢慢看到這個家庭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家庭 其實都是一個小康之家 原本 但因為一個人的一次錯誤 就搞祸了 要一個女人獨力承擔之後 還要那些叫什麼 撥亂反正 應該這樣說 整部電影是一部撥亂反正的電影 帶出一些很積極的人生意義 大家知道 絕症電影通常都不只是絕症 那麼簡單 都是講一個生命的力量 就是求生的力量 以及做人究竟為什麼的一個故事 我自己看 其實這部電影真的下半段 是很驚人的 真是一個驚人的故事 當然在電影裡 就不是真的大家看到 就是絕症地坐著等死 所以大家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應該會留意到 那個劇本真的是峰迴奴轉 很有趣 很有趣的劇本 還有 真是說一說 龔澤李慧自己本身 都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在日本裡 懂得選戲的女演員 所以你看龔澤李慧的戲 通常的劇本都沒有什麼 他真的懂得看劇本 摺的時候也懂得選 這部電影就是能夠在絕症裡 講出了一種 作為一個家庭的核心的責任 作為我這些 做人的父親看完 就有很多感觸 因為他真的講了什麼是責任 還有什麼是傳承 即將東西搜下去 究竟怎樣可以搜下去 還有什麼才是一個理想的match 這個真是 我覺得有些很偉大的情操 在這部電影裡講了 而另一件我真的要讚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衰公 小田切讓 他真的衰得很重要 作為他這個男演員 大家知道小田切讓是哪種style 他是可以真的拉皮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你又真的生他不下去 你看到面子想刮他 但他又不是一個壞人 其實他拿捏這種男人拿捏得很好 很多人都是這樣 當要承擔責任的時候 自己就逃走了 逃走完後自己又後悔 後悔完後又賴皮 諸如此類 還有今次做 公澤利惠的女兒 是一個新的女演員 很年輕的 叫參兆花 是 做得相當好 其實全部演員都很好看 是一部 我不想說 其實我自己的Facebook都post了 我覺得今年的日本片是強得很重要 這套都是我今年的日本片的心水之選之一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幸福草堂 你不要被那張poster騙了 我自己不喜歡那張poster 很老套 但這套戲相當相當不錯